新华社莫斯科2月2日电,记者刘洋俄罗斯总统普京2日宣布,俄暂停旅行中导条约义务。 普京在与俄外长拉夫罗夫,和国防部长邵伊布会晤时说,我们的回应将是针锋相对的。 美国宣布他们暂停旅行条约义务,那我们也暂停。 普京说,暂停旅行中导条约义务后,俄罗斯将研制新武器,但不会增加国防预算。 他说,我们不应也不会卷入对我们来说耗资巨大的军备竞赛。 普京还要求不再就中导条约提议举行新的国际谈判。 他说,和过去一样,我们在这个领域的所有提议,都已摆在桌面上了。 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 同时,我请两部门外交部和国防部,今后不再就此问题提议举行任何谈判。 普京说,在美国的中程和短程导弹,部署在世界各地之前, 俄罗斯不会在那些地方部署类似导弹。 普京表示,鉴于美国的相关做法,俄罗斯已开始研制包括陆基高超音速中程导弹在内的新武器。 他说,他们美国宣布他们正在进行武器的研制和试验设计工作。 我们也将做同样的事情。 美国国务院2月1日宣布,美国于2日起,暂停旅行中导条约义务。 启动退约程序。 美国和苏联领导人1987年,签署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 简称中导条约,规定两国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射程, 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及其发射装置。 At Sevilla Debt Post, 7,531,新华社大马社格,1月27日电, 据叙利亚军方媒体报道,俄罗斯驻叙利亚赫曼尼姆空军基地防空系统, 27日,在旭西北部拉塔基亚省上空,击落三个敌对目标。 报道说,俄罗斯驻赫曼尼姆空军基地防空系统, 当天在拉塔基亚省捷布莱地区上空,将三个敌对目标击落。 报道未说明被击落目标的具体细节, 并据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消息, 俄罗斯驻赫曼尼姆空军基地防空系统, 当天对空中不明物体进行拦截。 拉塔基亚省捷布莱地区上空传出爆炸声。 据报道,2018年1月以来, 俄罗斯驻叙利亚赫曼尼姆空军基地多次发生小型无人机逼近事件。 这些无人机,均被俄军击落或扶获。 俄方勘察显示,上述无人机,来自续政府军与极端组织交火区, 或续反对派武装控制区。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2月4日文章题, 在中导条约暂停旅行后, 俄将如何更新导弹库? 作者阿列克谢扎克瓦辛,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莫斯科无意卷入军备竞赛, 但会针对美国在退出中导条约后的行动, 使用军事技术装备, 加以回应。 2日,俄总统普京宣布俄暂停旅行中导条约, 并首卡了国防部的提议, 即研发口径巡航导弹, 和中短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的陆基版本。 专家认为, 倘若华盛顿不恢复旅约, 莫斯科无需巨额投入, 也能极大的提高自身的核导弹实力。 接受今日俄罗斯电视台采访的专家认为, 针对美国的退约, 俄国防部选择了对等的回应之策。 在他们看来, 国防部充分考量了本国国防工业综合体的实力, 以及总统杜绝军事支出增长的要求。 俄罗斯军事科学院教授瓦基迪科90指出, 最简单的应对之策, 无疑是推出舰载口径导弹的陆基版。 专家借议论此事很久了。 这一目标从技术角度而言并不复杂, 也不会产生任何大笔的支出。 针对新的军事威胁, 陆基版的口径导弹能够迅速、 有效、评价地加以应对, 摧毁1500至2000公里距离内的目标。 俄罗斯军事网的创办者德米特里科尔涅夫, 也持类似观点。 他表示, 口径导弹的重量与体积参数, 都接近伊斯坎德尔系统所使用的导弹, 无需为他的陆基版本研发新的发射装置及控制设备。 他解释到, 若列装陆基的口径导弹, 只需夯11斯坎德尔系统的底盘, 推出改进版发射装置即可。 不用太过劳心费神。 在专家们看来, 最复杂的任务, 当属中短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的研发, 它可在高超音速航空弹道导弹匕首KH47M-2的基础上展开。 此外, 本国工程技术人员, 在与国防部协商后, 能够对先锋高超音速舟机导弹, 最新的高13M-82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加以改进。 科九零介绍说, 打造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的最省势途径, 大概就是给匕首增加心急, 发挥航空运载工具的作用。 类似于过去搭载它的米格31K战斗机。 这即是说, 将它提速至5码赫以上。 此外, 他也提到俄军工企业, 亦可推出先锋导弹的新式滑翔弹头。 不过, 专家们将不得不为此, 而对导弹的运带工具进行完善, 提升发动机动力。 科尔聂夫认为, 展开科研及测试设计工作, 推出告石导弹的陆基版本, 将之提速至4至8马赫, 属于合理之举。 他指出, 告石3M22高超音速反舰导弹的软肋, 在于射程有限。 但他也相信专家们能不断完善, 将告石的杀伤半径提升至1000至1500公里。 他总结道, 目前, 告石尚处于测试阶段, 我认为, 他的陆基版本会在7年内问世, 倘若俄罗斯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提升中短程核导弹实力, 那么除口径之外, 也可以大规模部署机动性能出色的2S26边界洲际弹道导弹, 后者属于已完成测试的新武器。 2月1日, 在美国华盛顿, 在国务院记者会上讲话, 美国国务院2月1日宣布, 美国将于2日起, 暂停履行中岛条约义务, 启动退约程序。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当天在国务院记者会上说, 由于俄罗斯长期违反中岛条约的规定, 美方将暂停履行条约义务, 启动为期6个月的退约程序。 蓬佩奥表示, 他希望俄罗斯能重新遵守条约, 并称, 美国与俄罗斯将在未来6个月, 继续就此展开谈判。 美国总统特朗普, 当天也发表声明称, 长期以来, 俄罗斯秘密研发和部署条约限制的导弹系统, 导致美国做出这一决定, 美国将着手开发军事回应的选项, 与北约和其他盟友展开合作, 避免俄方因部署违约导弹系统, 而获得军事上的优势。 蓬佩奥去年12月4日, 在布罗塞尔表示, 除非俄罗斯恢复前面旅行中岛条约, 否则美国将在60天后, 暂停旅行该条约义务。 俄罗斯一直以来拒绝接受美国有关俄罗斯违约的指控。 近年来, 美俄两国互相指责对方违约。 美国指责俄罗斯部署射程, 受条约限制的9M729型, 美方称SSC-8陆基巡航导弹。 俄罗斯则怀疑, 美国在东欧部署的陆基宙斯顿反导系统具备发射巡航导弹的能力。 俄罗斯军方1月23日, 对外展示了9M729型巡航导弹, 并表示该导弹的实际射程为480公里左右。 并不违反中导条约, 美国和苏联领导人1987年, 签署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 简称中导条约, 规定两国不再保有, 生产或试验射程, 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 弹道导弹及其发射装置。 At Sevilla Debt Post, 7,531, On the 3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美国立即停飞所有波音737MX客机。 3月10日, 发生埃塞俄比亚航空客机坠机事故后, 全球多国和监管机构陆续禁飞波音737MX全系列或部分机型。 美国是在事故后, 最晚宣布禁飞的国家。 本周三3月13日, 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 正在飞行图中的737MX型号飞机降落到目的地后, 就要马上停飞。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 在分析了坠机事故现场的新证据, 以及卫星收集的新数据后, 做出停飞决定。 航空管理局在书面声明中表示,